大家好 我是First Day 沙醬 沙醬です 今天又來到了沙醬先生搞日語的時間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日文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通常都習慣被忽略 像是如果你中文想要講說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耶 你吃吃看 日文會說 これおいしいよ 食べてみて 那完全沒有聽到你所熟悉的 私 或者是あなた 這些字眼 關於為什麼不能用あなた的影片呢 下面有連結 待會可以再看看喔 今天又要來顛覆大家的印象 要來介紹不為人知的男生的我 那首先解釋一下 男生的我 稱呼方式的禮貌程度是 私 僕 俺 ねね この店舖有事嗎 我真的很喜歡 嗯 有事有事嗎 我 我也愛你 仲間 日本人是矛盾的民族 會依據場合 對象 情境 會有不同的稱呼我的方式 那尤其是男生的第一人稱 會因為年齡 甚至是那個人的個性 來選擇用什麼字眼來稱呼自己 那首先大家在課本中一定會學到的 私 很多人呢 不管什麼場合都稱自己為私 那首先 私 給人的感覺是非常非常正式的 像是政治人物在發表證件啊 或者是在職場中的時候 男生才會稱自己為私 所以呢 像是剛剛小劇場的情況下稱呼自己為私的話就有點奇怪了 再來是僕 他剛好介於正式和非正式的中間 有時候男生覺得用私太正式 用俺 怕沒禮貌的時候 就會選擇用僕這個字來稱呼自己 另外 那像是小小男孩稱呼自己的方式也是用僕 但是呢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有些日本人會覺得男生用僕來稱呼自己 會有點像 馬堡 但是又有人覺得說能夠自然的說出僕的人呢 感覺他教養很好 蚊子彬彬的樣子 這種感覺就因人而異了 最後是俺 這個是最大啦啦不客氣的稱呼方式了 也是最面 最粗獷 最輕鬆自在的稱呼方式喔 通常大部分的日本男性私下稱呼自己 都是用俺 這個字眼 是最常見的 那總結以上所說的 若是在職場中你就用私 那私下你想要給人一個蚊子彬彬的印象 就用僕 然後想要表示你的很MAN 很有氣魄的樣子 就可以用俺 ビジネスの場や 公約の場では 私の方が不難ですね 好 那今天介紹的男生的稱呼方式 改天的分享女生的版本 女生就相對簡單多了 那目前呢 他講有定期在舉辦台灣巡迴講座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看看以下的連結喔 對 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日文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一集再見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趣 或者是有學到東西的話 請大家幫我們按讚 分享 然後也請多多留言 跟我們討論交流喔 我們也有其他的類別影片在這邊 然後每天都會用Facebook Instagram等等 用中文和日文更新一些資訊 給大家知道 好 那請大家多多follow一下了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